没本事的男人见人就说这四句话 但愿你没中 十来岁的年纪 父母经常问我们 长大以后想成为有出息的人吗 那个时候我们不太懂有出息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大声说出了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一点一点长大 渐渐明白了这三个字的意思 闲下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盯着一处发呆 常常在心里想着 毕业以后还要做些什么事情 怎么样做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 都想成为有出息的人 可真正努力的人又有多少个呢 很多人都是把我明天会努力工作挂在嘴边 等到第二天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努力的人不多 把努力挂在嘴边的人很多 时间不会等着你 过一秒就意味着扫一秒 你再懒惰只会越来越没有出息 越有出息的人越低调 越没有出息的人越喜欢炫耀 越有出息的人越会尊重别人 越没有出息的人越看不起别人 不努力工作只想吃喝玩乐 不会成为有出息的人 不会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一个没出息的男人 见人就说这四句话 但愿你没中 这东西也不贵呀 别以为我买不起 有出息的人从来都不会盯着别人的衣服看 因为他能买得起 不会羡慕别人穿什么牌子的衣服 没有出息的人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买不起贵一点的衣服 想穿在身上却穿不起 看见朋友穿上了这件衣服 他很羡慕 也有一点恨 当朋友问他这件衣服怎么样时 他多想了 以为朋友瞧不起他在嘲笑他呢 他不想被别人瞧不起 直接说了句 这衣服也不贵呀 别以为我买不起 朋友没有多少钱 他却说出了这句话 两个人都有些尴尬 这样的人没有人愿意靠近 没有人想深交 都想保持距离 我妈说他会一直养着我的 一个步入社会的成年人 应该经济独立 而不是在没有钱的时候 伸手管父母要钱 父母的年纪比儿女年纪要大很多 不能养儿女一辈子 有出息的人早就不管父母要钱了 他会经常对父母说 干不动就别干了 身体最重要 他还会经常给父母转账 没有出息的人 没有给过父母一分钱 没有送过父母一件礼物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要赡养父母 他只想着花父母的钱 一个月挣那么多钱 有什么劲呢 别人一个月挣三千 他觉得人家挣得少 别人一个月挣五千 他还觉得别人挣得少 他只看到别人 没有看到他自己 今天心情好去上班 明天心情不好请假 每个月只有工作半个月 挣得比同事都少很多 比身边朋友也少很多 没有出息 却觉得自己是个有出息的人 挣得比谁都少 却觉得自己挣得很多 人呀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能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没有出息应该努力工作 应该多向有出息的人学习 而不是整天谈论别人 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等到年纪大了 没钱看病 你才知道努力 可一切都晚了 来不及了 哎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 越有出息的人 越没那么多空闲时间 越没出息的人 空闲时间越多 有出息的人在想 怎么做才能挣更多的钱 没出息的人是这样想的 剩那么多钱干嘛 躺一会多好 有出息的人 与没有出息的人 想法是不一样的 做出来的事情 也是不一样的 有出息的人 想让时间过得慢一点 再慢一点 因为时间慢一点 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没有出息的人 却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这是因为翻看好几遍通讯录 连个能聊天的人都没有 不知道做什么 总结 想成为有出息的人 就别想着吃喝玩乐 要努力工作 要把时间与精力 都花在工作上 人苦一点没什么 因为熬过去这个坎 你就会过上 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努力 不吃苦 不会成为有本事的人 只能看着别人成功 只能看着别人 穿上贵的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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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